Hello 大家好 我是Amber 然后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淘宝618的战利品 我们这次真的买的超级多 然后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淘宝这个电商平台大家应该都知道 然后在就是大陆这个地方 应该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面一定都会有淘宝的App 它真的很方便 就有点像是台湾的虾皮 然后我觉得又有点像是PC Home跟Momo的结合 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店家 然后你可以货币三家 然后也有一些是旗舰店啊那种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买到各种你想要的东西 我这次真的买超多 就是日常用品 然后电器 服饰类的 吃食等等的 就是真的很多东西 然后淘宝呢 它在每一年的就像这个时候 618跟双11会是年终超级大错 有点像是台湾百货公司 会有5月份母亲节活动 然后10月11月份的时候大概会有个周年期 这样的打错真的是打到超夸张 它在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些小的小促销 就但是力度就没有这么大 然后好像双11又会力度再更大一点 我总而言之呢 我们这次真的就是大爆买 因为就什么东西都折得很夸张 然后我会把那个 我们的购买名细放在旁边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它的原价是多少 它们打了多少 还有很多个游戏规则 那很好玩 就是其中一个是88VIP 就如果你在这个活动之前 你买了一个88VIP的话 有一些有合作的厂商就可以折88折 然后它还会有什么跨店满检 就有一些是300减50 然后200减多少这样子 而且它是跨店 所以你不一定一定要买这一家的东西 你可以就是买不同家的东西 然后你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折扣 就跟那个白货公司有点像 然后还有那个红包 就每一个比如说你入会 就会送你红包 所以真的真的是超级爆炸便宜的 今天就要来分享 我就是有很多是地区便宜 也有蛮多是就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爸爸妈妈还有姐姐 这个时候就可以退出了 因为它我看到就会觉得 我买都是废物 但是我觉得我买的东西 真的都是超级好的东西 所以我的朋友们可以继续看下去 然后觉得有需要的就是 赶快下单 但是淘宝的活动已经过了 不过你可以等到下个双十一 然后呢我们这次真的很夸张 我们买了将近8万台币 就真的真的很夸张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在淘宝买这么多东西 跟价钱这么的高 总而言之我还继续分享下去 我到底都买了些什么吗 OK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 我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家电类的东西 算是比较贵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Billips的这个除湿机 然后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进入这个镜头 总而言之它就是一个除湿机 但是它的 我会讲一下它的优缺点 它的优点就是 我觉得它颜值真的是超级哦 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它的容量很小 不过又因为我们就是 我们现在住的房间啊什么 其实都小小的 所以倒也还好 然后还有总共有几个功能 就是可以干衣啊除湿啊 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亮灯 就如果你把它打开来是红色的话 就代表很湿 然后它这边显示器也会有显示说它是 湿度大概是多少 那如果是八十几%的话就是超级湿 然后到六十几五十几就还好 就室内温度OK 我觉得真的蛮需要的 因为像上海呢它 它有时候很湿有时候又很干 就是你很难拿捏 就有时候我觉得我需要加湿器 即便到现在的夏天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更湿 就是会很干很干 又会很湿很湿 然后又特别像是现在这个季节 是梅雨季 这边是讲说黄梅天 今年好像是干的黄梅天 但是也是有时候会很湿 下雨天啊什么的 就需要除湿一下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还是很好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除湿机 然后下一个的电风扇 它是无印良品的 为什么会买无印良品呢 因为Chris有一个小台的那种无印良品的 就那种随身的那个 他觉得它的风力啊什么都其实挺好的 就想说那我们就应该 就小的很好大的应该也差不多吧 买来以后有几个缺点 跟有几个优点 优点就是颜值很高 我觉得还是很漂亮 然后它会有一个小的 它有一个遥控器 然后它就有比如说定时啊 然后风力多少 然后你可以旋转 然后你到睡眠的模式 睡眠的模式就会比较微风这样子 就挺好的 然后它这个底座呢 有漆盘的设计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就是吸在上面 就比较不会掉 但是它有一个我觉得很不好的点就是 它不能调上或是调下 就是它是固定的 然后它其实挺矮的 你看我坐在这里 然后就差不多 然后它的风向是只能180度旋转 它不能 现在好像有那种什么360度这样转转转的 当然它不行 不过它的风力真的蛮舒服的 就是那种柔柔的风 它算是比较静音 就没有那么声音没有那么大声 所以我觉得买的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 还是有几个很可惜的点 比买电风扇的人可以参考 就是它可不可以 往伸 伸上去伸下去 跟它的转向是怎么样的 这种 可是我觉得它还是很棒的 然后它的价钱也是 我记得也是打了很多支 然后呢 下一个 就是 这个 它就是加湿器 然后它好像是美国的一个品牌 叫Seasons 然后我觉得它颜值真的非常的高 加湿器嘛 所以它会这边有雾气就是喷那个水 然后你里面可以点精油 然后这边也可以 有小夜灯 然后它会有几个灯的颜色 什么黄色粉色 就是各种灯的颜色 这样子打开以后 然后再把它打开 然后里面 我们现在有放水跟精油 就是不知道怎么看怎么看得到 然后它其实有赠送 几个精油 就一共有四罐 春夏秋冬 现在目前放的是秋天的 之前放夏天的 我觉得臭死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去买精油 不过它也有四罐 所以等用完以后再去买吧 但就是 我觉得夏天的味道很像 baby的肺子粉 再臭一些 然后秋天就是很疗愈的味道 对 下一个就是 我的这个麦克风 我觉得好贵喔 但是 因为我就有收到一些回馈 就是觉得说 我的那个音质不太好 但也确实 然后因为很多都是环境的声音 然后我没有办法 录到我自己本身的声音 其实我每次剪辑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麻烦 就是我还在那边调 调音调音 虽然说这个好像也还是需要调音啦 就是 但至少还应该是听得清楚 我说的话 然后我买的是 一拖二的 就是一个主机 然后呢 这个拖二 因为我想说 我本来想要不要买一拖一的 就是为自己声音清楚就好 然后Chris就 随便 但是我后来想说 还是算了 就是 Chris的声音也得听清楚嘛 所以就买了两个 就一拖二 这个 这个 是它 维声的 充电器 这是副厂的吗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觉得 一定是副厂的 就很烂 就是 它有一个 你可以左右 摇摆 虽然说它是吸盘的这样 然后但是我 因为我就看评价嘛 因为你买淘宝 你要爆看那些评价 大家都说这个还不错 也有人说不好 但是我就觉得 好吧还是买个这个好了 然后买这个 附赠了一堆东西 这是可以放在手机架上的 各种线 每一个小机器 都有自己的充电器 然后这个是 如果你没有买那个 随便充的话 它会附的这个 这也挺好用 因为我这边 背一个很小的包包 就我还是可以把它放进去 这些东西就是 我还要再研究一下 怎么用 它有这种 有麦克风 然后我觉得它好贵喔 但是 虽然我也不知道 我会拍多久的影片 然后 有多少人会看 但我觉得 好像还是要 upgrade一下 所以我就买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音质 哦不OK 就也当测试 我是第二天开始使用 我昨天有开始到外面用 就这样 然后 还有家电类的 啊还有这个 也是Phillips的 它是一个 筋膜枪 就Chris一直很想要筋膜枪 他 Research了很久 最后他买了这个 非常迷你 非常小的一个 就可能比较细带方便 蛮多机会都要出差 所以他就觉得戴出去会比较方便 它是这样子的 就我觉得颜值也很高 这样子 真的很迷你 就这么小 然后它有各种不同的头 你可以去更换 它力度其实蛮大的 就是你打开 没点 哦它有一个超级大的缺点 就是它很容易没点 机器很小嘛 所以它续航力很低 一下就没点了 就是这个非常大的缺点 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 你用久 你不要用久 你用一下 你用一阵子 它就很容易很烫很烫 我觉得很烫 也不知道它好不好 但我觉得 看你要 你要怎么去看它 就是 攜帶方便是真的攜帶很方便 然后它力度也很大 所以唯一缺点就是 续航力跟 机器本身很烫 但它真的 很赞的 你看就这样 小小的一袋 就很适合出彩的时候用 其实比较适合女生吧 你在办公室就可以 按一下 然后它的那个头也是很 很点到位的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下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在 疫情期间真的是被关到一个 封掉 所以我们 就会 做一些什么 甜点啊蛋糕烘焙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直没有打蛋器 可是现在有了打蛋器以后 就很少会在家里 也没有 什么时间可以做 所以也是蛮麻烦的 我都还没有打开 其实不太好 因为其实收到货以后 最好要先确认一下 你再按那个淘宝确认 因为它们很好的一个是 它可以 什么七天无理由 退换货 然后像Kris觉得什么 尺寸不对啊 其实它都真的就去退货 它有很多个头 有两种头 然后我选这个的原因是因为 它有几个档次 就是有1到5个档次 这边就是有几档这样子 我再用用看 我从来没有用过 真的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在逛淘宝的时候 就会觉得如果再次封城 你要在家里可以很开心的度过隔离的时间 然后所以我们就真的是爆买了很多东西 我看一下电器的还有什么 哦 电纹拍 这是Kris许 它颜值也超级高的 超级高的 就它是这个底座 你就平常就可以放在那边 然后它就这样子底座 可以这样子放在上面 然后它真的很漂亮 它也有一个 它就是可以放在那个 贴在墙壁上 然后就这样挂着 但是因为 我觉得它挂着 如果你蚊子来了 然后你还这样 这样把它拔出来 然后再去打 一定来不及 所以 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子放着 然后就可以这样 一拿 然后就冲去打它 然后 它这边就是 电嘛 跟 你可以照光 现在看 应该看不太清楚 就是有一个蓝光 你就可以看到蚊子在那里 然后这样打 如果你需要照光的话 然后跟锁起来 如果锁起来的话 你就不能有电 对 但它有一个我很不喜欢的点 就是 它打到蚊子 超级臭的 它有一个真的就是烧焦的味道 我觉得很不好闻 但它真的好漂亮 我也觉得它有点小贵 但很赞 我觉得 好 这些就是 电气雷 下一个 下一个讲 食物 我要来分享一瓶酒 就是这个 我不太喜欢喝 很浓的酒 我就喜欢这种 白气泡 女士酒这样 反正有一次跟 Kris的家人吃的时候 我就喝到这个酒 我就很喜欢 我其实已经 回购第二次了 然后我这次买了两罐 我就想要喝1.9的时候我就会喝这个 就为了这个呢 我也买了一个这个 就是 关的 因为之前 我们没有这个的时候 都是拿那个 原本的木塞 然后把它削削削削到 差不多的形状 然后把它塞回去 然后这个超便宜的 我记得 我也不记得 多少钱 我记得应该是很便宜的 然后它也挺 我觉得它挺精致的 就是也挺好看的 这样 这样 很好看 好 这是酒 然后有另外一个是印尼的泡面 就台湾不是那种 全联超市也会有卖 然后有时候打折 打下来就一包才台币7块 就很便宜很便宜那个 但是它现在还没有来 然后我直接买了30包 有时候中午就很懒得住 我们就会切很多菜 然后就炒 炒一炒 就吃 我觉得很好吃 然后还有另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是螺蛇粉 它真的很好吃 我爸也超级爱 它换过包装了 然后它是番茄味的 真的很好吃 然后我都会加超多菜 进去 真的很好吃 你看它有什么 它这个东西很足 然后你每次都可以煮到超级大碗 然后它因为很咸 所以你酱料 我通常不会全部把它放 干米粉包 它你要先自己煮大概8-10分钟 然后就把它捞起来 然后再煮另外一碗汤 但它味道真的挺浓的 我光是这样都闻得到 汤料包 然后番茄的料理包 精髓真的很好 酸笋 超赞 我超喜欢这个的 酸豆角黑木耳 萝卜干配料包 真的很好吃 腐竹 还有最后最后可以放的花生粒 真的超级好吃 它好浓 然后我买了14包好像 这真的是很必须很多 我食物好像差不多讲完了 然后下一个就比较长 先讲日常用品 日常用品呢我囤了超级多东西 这个蒸汽的眼罩 然后是玫瑰口味 那我买了 1234512入的 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 我之前隔离酒店的时候 我就不是有说可以带一些疗愈小物吗 我就带很多 大概14包 就我想说我每天就可以用一包 结果呢我用到第几天我忘记了 我就突然就觉得我的眼睛好干哦 我不知道搞到我最后眼睛就很容易很干 所以大家不要太常用耶 就是隔一段时间可能三四天用一个吧 又不要过度使用 不过这真的很舒服 我通常戴这个然后睡觉 我就会睡得比较沉 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棒 然后我大概算了半年的分量 然后就到双十一可以再买的时候 量大概就是这么多 然后下一个就是面膜 这个是Dr.Dart的面膜 然后它一盒里面有5入 它真的很好用耶 你知道我真的我也是 这次就是买了超多 我买了24 6 8 10 我买了10盒 然后它打的折扣也超级划算 它这一盒我记得43块吧 应该是 我到外面我去Watsons啊或者是什么 就是逛街的时候 它都要大概90几块 100块人民币 所以真的是打了很多的折扣 就是 我真的觉得我买的太好了 我每一次经过就是那种超市 然后看到 看到它卖的价钱 我就觉得爽一次 真的很厉害 它真的很保湿 它就是你敷完 对我的肌肤来说 会让我觉得我有达到保湿的效果 就是敷完以后就会脸 咚咚咚咚咚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超级推荐 蓝色的 另外有一个绿的我没有用过 但我真的觉得超赞的 下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洗发精 这个牌子的洗发精真的很赞 我真的是用那个 绿形妆的那种小的 就有人送我 我就试用看看 OMG 金卫天然真的很棒 就是 我的头发 你现在看你觉得还是有点干燥 我觉得我今天特别干燥 但我其他天其实没有那么干燥 真的很好用欸 就是我的头发本身就很粗 然后加上我有漂头发 所以它真的发质很差很差 真的很好用 我真的推荐给女生 因为我觉得头发好重要 就是如果你头发干瘪瘪 我通常头发都干瘪瘪 现在我心虚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也有点干瘪瘪 但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天梦的洗发精 它真的很好用 我真的推荐给大家 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跟功能 就是很多种 可以去看看哪一种比较适合你 像我的是橘色这个 真的很好用 然后它有附着一个这个鸭头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 贝德玛的沐浴乳 它算是沐浴油 它真的也很赞欸 就是因为我每天都会涂乳液嘛 然后我在台湾的时候涂完乳液 我都挺嫩的 然后我朋友摸到我都会觉得 好滑喔这样子 可是我来这边以后这边都好干喔 我就算冬天的时候 我用的是那个欧苏丹的媒体油 我还是超级干 就是干到会有粉的那种 就即便我擦乳液还是一样 然后呢我这次就想说 我应该买个油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被打倒了 用这个牌子的卸妆水嘛 就很好用 就对于我来讲 是稳定我肌肤的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然后我就想说嗯这个该也很棒 然后就看一下那些评价啊什么的 评价都挺好的 然后就是 就是有比较滑 就是特别是喜欢早送 你就会觉得女的 皮肤滑滑的有一层油 然后嫩嫩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真的超推荐这个的 我很喜欢 我觉得买太好了 除了沐浴油以外 它也送一些小赠品 美妆蛋 小罐的卸妆水系列 很激烈的 它也送这些 就除了变便宜了以外 它还送了很多东西 然后这个真的超级划算 我记得它原本167人民币吧 然后后来变97吗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真的很适合购入 湿纸巾 这个湿纸巾 它是疏解的湿纸巾 很赞耶 其实都拿来擦 就是泡泡的时候 会拿来擦屁股 然后它可以直接丢在那个马桶里面 它真的很软 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 你看 就很软 它很轻敷 然后 它是这种 就可以分解的这种 可以丢在马桶里的这种 这种材质 就很好用 拿来擦别的 这个我可以拿来擦别的东西 我不会浪费掉 然后我们就囤了很多个 它好像买了 很多包 然后在箱子里我也懒得拿了 总而言之超级多宝 这场红色非常推荐 80片家庭妆的湿纸巾 还有我的酸奶盒 呃 优格盒 这里叫酸奶 就是lock and lock 它可以一个地方是放你的优格 然后另一个地方可能放你的cereal啊等等东西 我觉得这个也很棒 因为我其实看了好多种 很多保鲜盒的品牌都会有这种东西嘛 但是你没有隔开的话 有一些是这样子的 就是里面放什么优格 然后呢 会再有一层东西内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你上面再放吹片 然后最后才是你的盖子 可是这样子你其实那个 这个地方跟优格的那个夹层的地方 就会全部都是优格 然后就会很脏又黏黏的 你看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这样子把它拿到这边 然后你的桌子也会放到优格 就真的很不 很恶心 所以我觉得它这样分开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很小一个 但是你要放优格 我觉得又刚刚好 就我每天早餐就是带一个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 便当盒 这个很赞耶 就是它是这样子往上盖 然后这样打开 它有一个气垫的感觉 就是你会这样 有听到那声音吗 有个气垫的感觉 然后它又很轻 但是它又可以用微波炉 所以真的很方便 这个真的是超级推荐 超超超超级推荐 小垃圾头 这个小垃圾头 我觉得它长得也很可爱 我买的是还有小垃圾袋 就是总共有六个 它是这样打开的 然后你可以放小垃圾袋 然后再把这个去卡住 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可以放在桌上嘛 如果我用什么化妆棉 什么的 隐形眼镜 小垃圾就可以放 好热哦 因为我 我刚刚开冷气收音 卡卡卡卡 声音很大 然后我就把冷气关掉了 我觉得我头发 越来越油了 好热 OK下一个 小垃圾 小垃圾 下一个 usz testified